今日,中国足协公布了国家对最新一期一期训练名单,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李皮重赵乐李学腾,高林,于汉超和冯潇平四名恒大国脚,再加上郑智,曾以成和张林鹏,这次就用七名恒大国脚。 最为关键的是,恒大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老将,也让外界看到了李皮选人的保守和谨慎,李皮选拔这一期的国家队球员,主要是为了备战明年的亚洲杯赛事,而这也是李皮教练团队赎约的最后机会。 2016年10月,中国足协和李皮教练团队签约,合同期限位两年半,而2019年年初的亚洲杯就是李皮教练团队的大头。 在今年1月份的U23亚洲杯,3月份的中国杯和8月份的亚运贵男足三项赛事中,李皮教练团队的执教成绩并不是很理想。 其中中国杯连续两场比赛,出现惨案,克亚运贵男足,未能实现夺的奖牌的目标,更是让许约一主动权掌握在了中国足协这边,李皮教练团队的执教压力也是越来越大。 在最近一年多以来,李皮多次接受媒体采访,表示自己及其教练成员愿意和中国足协续约,但是中国足协方面也要看到李皮教练团队的带队成绩, 而现在只剩下亚洲杯这个许约筹码,而李皮教练团队之所以愿意许约,很大程度上是跟高额年薪有关,李皮教练团队的年薪高达2000万欧元,其中450万欧元由中国中协支付,另外的1550万欧元则由广州恒大与恒大族效顾问的方式承担,即便双方最终完成了许约,但李皮教练团队高达2000万欧的年薪, 中国足协也很难承担得了,而广州恒大会不会继续承担,就要看后面结果了。